哎 严秘书 这个合同你看一下 我刚签完 好 哎 严秘书 月底了 我签划完了 能不能借我500 应个急 你签了什么才刚找我签完呢 又划完了 我签 嘿 哎 这个鼠印呢 我说了多少次了 这个合同得按鼠印的 哎呀 我刚才太着急了 没有印尼 没找着 我不管 你先自己去想办法 一会儿 一会儿 哎呀 这不就解决了吗 真是 严秘书 我还有事 我先走 你能不能注意到影响 这在公司呢 哎呀 怕啥呀 这谁在公司还没点绯闻呢 再说了 他们私底下都在传我喜欢你 啊 真的吗 啊 对呀 那这 是你的意思吗 你别管是啥意思 啥叫绯闻呢 假的谁叫绯闻呢 是吧 哎呀 别这样子 我先把客户给他了 好了 你先回去吧 姐呀 要出去潇洒咯 哦 好 那个我今晚也不回去了 嗯 你不回去去哪呀 哎 我也约了个女的吃饭 哈哈哈哈 不是 我是纳了闷的 你这要钱没钱 要长相没长相的 哪来那么多女的约你吃饭呀 干嘛 过来 你这也没发烧呀 怎么这么跟烧傻了似的 在我面前这么明目张大 不是 你管我干嘛 我爱去哪去哪啊 不行 我不许你去 凭啥呀 不是 人家给我转了五千块钱我都收了 我这得讲诚信呢 是不是 五千块钱就把你收买了 不是 五千块钱还不多吗 我找你借五百你都不给啊 哈哈哈哈 手机打开 我转你吧 收到了吗 收到了 哎呀 你找这么大方不就好了吗 我肯定不去了呀 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 节奥不去那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 都装的 那走吧 回家 哎 不是 你不是要出去潇洒吗 我钱都花了 我不能回家潇洒呀 也行也行 对了 那个颜秘书 你别忘了跟你妈说一声 我跟我妈说什么呀 哦 那个今晚是你妈非说要我去你家吃个饭 然后她就给我包了个红包 那我现在不去了我是不是得跟她说一声啊 哈哈哈哈 我没听说 你的意思是今晚你本来是要跟我妈去吃饭呢 啊 不是 那个 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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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给了怎么还能往回要呢 那 那我又不知道你是要跟我妈去吃饭 哎呀 颜秘书 你这是干嘛呀 我呢还是喜欢刚刚你那一副 节奥不去那样子 哈哈哈哈 大老板和颜秘书住员工宿舍的第一晚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不信你这样还能睡得着了 我 哎呃 你来干嘛呢 呃 李总 那个颜秘书说他睡不着就好 颜秘书睡不着 找你干嘛 呃 我肚子有点饿 我找到吃个宵夜 啊 对对对 我 我们俩刚好肚子有点饿 想想商量的呢 你们两个 呃 呃 吃宵夜不叫我 吃独食是吧 哈哈哈哈 没有 李总那种那那一起一起吃嘛一起吃嘛 那要不吃烧烤吧 怎么样 我来点 哦 可以可以 我刚好也想吃烧烤 李总你呢 行 我吃什么都行 这我怎么吃 哈哈哈哈 这 你怎么吃点了生蚝啊 不是你说的要吃烧烤吗 谁家好人吃烧烤就吃这个呀 我发起事这么多了 这不就是烧烤嘛 那 我 今天除了生蚝 我什么都想吃 吃吧 不是 不是这个好啊 吃烧烤不是对药不好吗 你多吃点这个 嗯 那个 我今天不想吃荤菜 我就想吃点素的 行吗 哎 反正你今天事是真多呀 哎 还好 大宝我都给你定了 我 那个 我突然间有点渴了 我想喝点东西 没有了吧 我帮你点点料 没事 帮我帮你 啊 你喝这个 不是 这 哈哈哈 哎呀 快吃吧 听着 哎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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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 哎呀 这宵夜吃完了 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上班呢 哎 等一下你帮我个忙呗 啊 我刚刚在房间看到一个大蟑螂 有点害怕 你帮你把他打了呗 不是 严秘书 这大半夜的 你不想让我睡觉了 哎 打个蟑螂很快的 走开 哎 行吧 那我 我去看看 哎 等一下 听你严厉说 那么一说 我们房间好像有个大蜘蛛 就在墙角的趴着呢 李总 你这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呀 家里就你一个大男人 这种替离火你不干谁干 宵夜你白痴 我 那行吧 那一个一个来 我先帮他去看行吧 哎 这一天天 哎 这也没有蟑螂啊 估计已经跑了 你去觉吧 那不行 我没亲眼看着他死 我睡不着 那这一时半会儿 我也找不着啊 那等会儿 我先去帮李总看看 嗯 你不用去看了 我刚找了一圈 什么没了 哦 那你们两个都找不着 那就凑合睡呗先 那怎么行 我们都是女生 很怕这些的好吧 哎 那这样 你跟李总两个人 凑合一起住一晚 互相给对方撞个打 我总不可能一晚上 帮你们找虫子吧 我先去睡觉 困死我 哎 言明你干嘛 那蟑螂找不着 那我只能在沙发上 将就一晚 不是 这沙发这么小 你怎么睡啊 哎呀 我这梦苗条 可以的 哎 言明说 你这个解决方案好哎 哈哈哈哈 你上班这边是还有位置 啊 我 我也拿我杯子来 不是 哎 李总 哎 言明说 你看一下这几个美女 哪个适合当我女朋友 啊 选女朋友 对呀 这不明天情人节了嘛 我打算找个女生练练手 我打算练手 你懂什么 约会怎么不用练手 那约会里面可都是学问 不行 我不同意你去 哎呀 秘书 我们只是上下级关系啊 给彼此留点私人空间好吗 我走了 哎 那你可就别怪我用点手段了 哈哈哈 手段 请不要质疑我和我约会对象的情感 再见 不好意思啊 久等了 没关系 我也等到 那个 我们要不今天待会就先去那个 那你怎么跟我来了 哦 我出来优那优独 哦 他 他就会是 呃 他是我的那个 我是个领导 哎 怎么办 你给我介绍一下 他就是我的约会对象啊 你看 漂亮吧 哈哈哈 我这人说有意思吧 我 睡觉磨牙 声音可大 哎哎哎哎 你别瞎说话呀 警告 你睡觉磨牙 什么 你领导可以说吗 他喜欢开玩笑 开玩笑 我可说是实话 哎 你居然还有个阵子 我还想说谁啊 你能不能闭嘴 你别瞎说话 我凭什么闭嘴啊 这也没有自由啊 哎 有种你让我闭嘴 你你 闭嘴 这是 呃 那个我们 哎 不是 哎 不是 哎 不是 你诚心的吗 你干嘛要破坏我约会啊 你先别诚调话题 刚刚占我便宜 你自己让我想办法让你闭嘴的 那你这不是闭嘴吗 我长这么大 还没被人占我便宜呢 那 那你想怎么样 哎 哎 好啦 占便宜的事儿 咱俩扯平了 哎 记得 明天上班别迟到 不是 我 哎 我在员工宿舍看电影 广东都入秋了 你们俩还穿这么少 看我这都穿衬衣了 你们不怕冷啊 没感觉冷啊 广东不是每年都入秋十万了吗 那也没那么冷 你一个大男人乐虚呀 你才虚呢 那你们这么穿早晚老寒腿 好了好了 走吧 去看电影去呗 嗯 李总你去吧 嗯 所以不说了 咱们三个一起去看吧 哎 我想了一下 现在不是入秋吗 我觉得假期在家 大家都看电影 更有份的 嗯 要不你自己去吧 我跟他在家看 哈哈哈哈 我一个人看什么电影啊 肯定人多才热闹嘛 嗯 我也在家看 对 我觉得在家人多热闹 李总 咱们仨看什么片合适啊 咱们仨吧 看爱情片吧 你这个直男得跟人家的男主角的学好学学 哦 行啊 我觉得看电影嘴巴不能行的 啊 哈哈哈哈 颜美主 你怎么了 哦 我想吃板栗来色 哦 哎呀 跟我说不就好了嘛 哎 给你 哈哈哈哈 哎呀 怎么了 李总 刚才不觉得冷啊 现在觉得挺凉的感觉 哦哦 哎 那个窗户没关 我忘了关窗户 哦 不用了 不用了 就这样吧 哦 行 呃 那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我回房间了行 不是 我想起来 我好像有区区店没做 我先回房间号 不是 这不你没谁啊